走的时候往前看 不要往下看 不要胆怯 头肚很抖 沙子往下流 还是看起来比较轻松 马这种动物也不知道 它受惊是会往哪跑 也不知道它就每一脚下去 就是沙子会不会滑 哦 把马拉住 把马拉住 我内心其实一直在作斗这样 背马 上马 我刚完 走 如果爷爷说当兵的时候 他也挺高兴的 不能光让他高兴 拿点东西给他看 他不走 刘沙河 相对来说 对人的这个心理挑战比较大 马蹄稍微往旁边一踏 可能连人带马就滑下去 那匹马就在我前面站起来 整个人感觉不知道该干什么 好 harm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苏浩阳是新疆军区阿黑土拜克边防连的一名新闻人 此刻他正在练习的是军马骑乘课目 由于心里恐惧 他还不能很好地去掌握骑马动作 我上去之后 马跑起来跟骑自行车还不一样 因为自行车好歹掌握在自己手里 马这个动物啊 它有时候跑 就给人一种 心里有点没底 由于心理上的恐惧 苏浩阳在骑马的时候 总是不自觉地抓着马鞍 而这是军马骑乘训练中的大忌 苏浩阳必须尽快克服 因为距离连队的骑乘考核的日子就要到了 对新兵来讲 只有通过了考核 才能骑马参加巡逻任务 所以他必须抓紧时间 克服自己心理恐惧的问题 如果一直被这个恐惧的心理支配自己的话 你这个马 十字八字都不可能会好的 你只有去慢慢地体会到这个感觉 心泽婆 这个轨弯 慢慢去体验这些东西 去体会 你才能慢慢地把它掌控 我之前也参加过徒步的巡逻 还有这个乘车的巡逻 除了玉峡阳地区 这个山路乘马 必须乘马以外 我上下巡逻都走完了 然后就剩这一段了 由于平时表现优异 苏浩阳是新兵里面 参加巡逻次数最多的一名 然而最后一条玉峡阳巡逻路 因为山高路险 有部分路段只有乘马才能通过 这让她意识到 如果她的骑乘技术一直不达标 她将永远都走不上 心中向往的玉峡阳巡逻路 往左来 往上方里面走 往左 往左 就剩这一段了 如果说这一段就会我去城了 就是实行完之后 我把全连房区的巡逻路 全部都走了一遍 每个戒约我都去过了 然后这算是一个心愿吧 苏浩阳意识到 只有克服自己心里的恐惧 努力练好军马骑程 他才能完成自己的心愿 走上玉峡峡巡逻路 往这边走 虽然训练了很多次 但问题好像没有解决 苏浩阳一直无法克服 心里的恐惧 我就在想到底要不要抓案子 有时候没底的时候还会扶一下 一次次失败 一次次不断去尝试 苏浩阳在尽最大努力 克服自己心里恐惧的问题 那么对他来讲 为什么如此迫切地 想要通过考核 参加巡逻任务呢 你现在就要感受这个沙漠里面 这个上山和下山的这个感觉 你知道吧 我们二十往前逼 一直往前 全都是沙漠 全都是沙漠 你知道吗 你要体会这个沙漠里面 就是起码这种感觉 突然间下上山 突然间又下山 虽然苏浩阳在努力地克制自己 但是僵硬的右手 还是表现出了 他的恐惧和紧张 我内心其实一直在作斗阵 因为这个下意识 我就想抓案子 好 慢慢慢慢 可以把数字说明放快一点 明天 连队将会进行一次 军马骑程考核 这对苏浩阳来说是一个机会 他希望自己可以达到连队的要求 可以走上玉侠侠巡逻路 2001年出生的苏浩阳 受爷爷的影响 从小就对军营生活充满了向往 大学毕业之后 第一时间报名参军 因为之前 给我爷爷说当兵的时候 他也挺高兴的 当然不能光让他高兴 拿点东西来看 所以就是想要拿点东西 给爷爷看的这个想法 变成了新兵苏浩阳 练习骑马的动力 他想要在军营之初 就能有一份小小的收获 给远在家乡的爷爷报喜 那么苏浩阳又能否顺利通过 即将到来的骑乘考核呢 大家都知道 马上连队就要组织一次 乘马的长途巡逻 我想通过这次检验 来考察一下 我们四名列宾同志 骑乘水平到底如何 背马 是 骑乘考核刚刚开始 一名新兵就表现出了 紧张的情绪 放开啊 你先给他 放开一点 放开一点 不要紧张 多重呼吸 没事 不要紧张 没事吧 没事吧 基本的 能够使移马的目的 来考虑的 上马和下马 这是最基本的动作 在我们的行进过程中 你要能让马听你的话 所以说我们在行进过程中 有一个慢走 一个快走 在慢走和快走的过程中 也不是完全在走直线 你要能够让他听你的口令 而绕过一定的障碍物 在我们规定的地方 能停下来 因为我们在行动路过程中 确实不是平平坦坦的道路 既有上坡也有下坡 也有这个急弯 也有这个坡度比较大的这个山坡 需要我们这个骑手 能够把马的这个行进节奏 能够把握好 下马 下一名 上马 你干什么呢 这是我 利索一点 对 然后稍微放松一点 对 然后转过来 转过来 硬转过来 对 你看你看头头 你都给它转过去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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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第二个大拇指 你看插进去 对 对 不不不 你放这个 这个插进去 这个 这个 第二个 对 放开 再踢 用点劲 踢 有脚活根踢 脚活根 去 再踢 脚活根 我们这个匈奥路呢 比较复杂 所以说像它这种 这个上马以后 这个行李比较 没有比较安慰的这种人 过这种匈奥的时候 比较难一点的路况 比如说流沙河那种路况的话 根本就不适合去这个匈奥 前面考核的两名新兵 因为未能克服心理的恐惧 在考核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这给即将考核的苏浩阳带来了压力 苏浩阳 被跑 撤 苏浩阳心里清楚 虽然自己多次找放马员练习 但是在考核的时候 只要抓马鞍 他就不能达标 所以他反复提醒自己 一定要在细节上多加注意 苏浩阳的上马动作干净利落 之前经过了加练 他的表现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为了能够克服自己骑马时的心理恐惧 苏浩阳小心翼翼地驾驭着马匹 就会一定得争取一下 好好争取一下 然后看能不能去 整个考核过程 苏浩阳并没有再去扶马鞍 他顺利通过了考核 这也就意味着新兵苏浩阳 终于可以踏上巡逻路了 我想征求一下我们两名教练班长的意见 王伟 您认为这四名同志里边 谁能够符合乘马执行的条件 不 我认为赵方远苏浩阳教育符合 不 您的意见呢 我认为赵方远苏浩阳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巡逻的标志 完毕 然而新兵苏浩阳即将踏上的御霞霞这段巡逻路却非常艰险 他又能否顺利完成这次对他来讲具有特殊意义的任务呢 同志们 今日由我带队乘马至21号戒标进行巡逻 由放马员 把布里 马洪伟 两名同志具体保障马匹的和骑乘过程中的安全 尤其是关注好我们两名第一次乘马执行的列宁同志的警官事宜 上网 出发之前苏浩阳显得信心满满 那么这条巡逻路是什么样的 新兵苏浩阳第一次乘马执勤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当刚出发没多久 苏浩阳就被放马员马洪伟叫停了 这一段巡逻路对于常年执勤的老兵来说都有一定的困难 虽然路程只有三十多公里 但许多挑战对第一次踏上这段巡逻路的两名新兵来讲 将会显得更加困难 咋回事 马执带送了 保身长马执都会收进去 马执带就比以前显得送的 马执就不如 继续保抢 一般来说我们会跟一个放马员 但是我们那天是带了两名新同志 还是多带了一个放马员 两个人可以一个照顾队伍的安全 一个就是专门照顾一下我们新同志的安全 刚刚巡逻行程还不足五公里 苏浩阳就感到了不适应 初次乘马现在大臣确实有些难受 在苏浩阳想办法调整自己骑马姿势的时候 指导员刚建却叫停了队伍 前面马上就到流沙河了 这个路比较窄 一人一马层过 我们这边过之前还是把这个马再检查一下 防止这个在过游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 就是这个马上摔下来 那么这个流沙河 为什么让指导员刚建如此小心谨慎呢 这个流沙河相对来说 对人的这个心理挑战比较大 包括这个路段本身的难度也比较大 如果说这个恐高的人啊 或者说第一次经历的那些人 这个往下看一眼 他可能会有一种发晕发怵的感觉 我在前面走 你们在后面跟着啊 这个过去的时候不要往下面看啊 码头尽量就是往这个右边拉一点 把脚车收紧一点啊 老兵们不停地提醒 让苏浩阳在骑成马匹的时候更加小心翼翼 一直在后面看我也是一直抓着缰身 就半拉的状态 不敢让他走快 然后右手又一直往这个沙墙那边靠 就想如果说万一带子松了 或者是马跑了 起码我摔在这个沙滩上 他有一段这个减速的距离 不会滑下去太深 真正走上流沙河 新兵们才更加理解 指导员刚建之前一遍一遍叮嘱的用意 因为道路的艰险程度超过了大家的想象 在没有路的沙山上 走出一条仅供一匹马通行的路 而旁边就是悬崖 命运不说自己掌控的感觉 因为马这种动物 也不知道它受惊是会往哪跑 也不知道它每一脚下去 如果沙子会不会滑 我能做的就是抓紧江山 然后身体尽量往里靠 如此危险的路段 巡逻官兵们此刻只能尽量保持 在马背上坐好 如何走 怎么走 也都只能交给军马了 这样的不确定性 让这个路段走起来更加心惊胆战 当时也是将心将疑吧 因为确实这个沙子比较松软嘛 就害怕马打滑 竖金 确实挺危险的 如果说人要强行控制这个马的话 反而会对马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你要拉它的马头 它马头一偏 它就会容易往其他方向走 你看那个路只有马蹄那么宽 如果往其他方向走 马蹄稍微往旁边一踏 可能连人带马就滑下去了 无论是流动的沙 还是脚下的悬崖 都给第一次踏上玉霞霞巡逻路的苏浩阳 带来了巨大的视觉冲击 说实话照片上看 我没想到有这么陡 也没想到有这么陡 这个看太刺激了 跟一个大陆走似的似的 就比坐过山车刺激多了 就离路边也就这么宽 而且那个主要是 看着那个沙子走过之后 那沙子还在往下流 因为我就不确定 这马它下一踢了下去 那沙子它会不会松 说不紧张是假的 顺利通过流沙盒之后 苏浩阳明显感觉到了放松 然而在快要到达点位的时候 紧张感又一次袭来了 把这个枪切下来 把枪切下来 好没事没事 稍微偷偷气 没事 稍微偷偷气 然后别气了 我上去吧 把你去抓吧 留一点小心一点 把那个沙子给弄一下 那个苏浩阳 来你把这个马牵着 我把苏浩阳的沙子再查一遍 好 好 他没事吧 枪没事 被免被免着着地子那边 什么回事 应该是肚带可能松了 然后这个沙子就滑到马屁股上 把马给惊了一下 由于是上山路段 人的重量 将马肚带压到了后面 致使军马受精 而跟在指导员刚建后面的苏浩阳 正好目睹了军马受精的全过程 当时我挺紧张的 因为那个山路它都是石头嘛 而且坡也比较陡 我在它在导员后面 大概有个三到五米的位置 那个匹马就在我前面站起来了 马是前提的一个状态 确实遇到这样的情况 当时是懵的 整个人感觉不知道该干什么 然后就站在那 傻傻站在那 凉水还好吧 还好翻下来了 反应快 哦你是自己翻下来了 翻下来了 我把那个脚蹲开了 它就那个马 它是跳的时候 刚在指导员自己就划下来了 从身上 把脚蹲蹲开了 要不然挂住就麻烦了 挂住之后它就会肯定拖着走 对 就把它拖下去了 然后这个马往指导员跑的时候 指导员就闪了一下 然后马就下去了 虽然摔马对于指导员来说 是可控的 但是对于第一次参加 乘马执勤的苏昊阳来说 倒是提了一个醒 整个人是出于一种 蒙掉的这种傻掉的状态 对我也是一个警示 好 把握力往前走 开路 是 接下来五个小时的巡逻路 苏昊阳和战友们 一步一个脚印 小心谨慎地走过了 这次巡逻路的最后一程 还有多远 多远 还有三百米吧 三百米就翻过这个山头 看前面那个白点 就是我们今天要到的二十票 一些票 还有五分钟也到了 这次巡逻路 经过了七个小时 新兵苏昊阳完成了自己来到军营的第一次乘马巡逻 他也终于实现了给爷爷的承诺 拿出点东西给他看看 因为这一刻也正式宣告 新兵苏昊阳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边防战士 这一次的巡逻任务结束了 而对于新兵苏昊阳来说 这是又一次的新起点 在这条曲折蜿蜒的巡逻路上 过流沙河 摔马 无论前面有多少挑战在等着他 苏昊阳永远都不会忘记 他第一次为戒杯苗红的庄严瞬间 这将会永远激励着他继续勇往直前 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热土 我现在正跟着阿黑土败客的边防连的官兵们 穿越他们这个路段里边比较危险的一个流沙河地段 过这个路段感觉自己很无助 只能听天由命把一切交给了军马 我自己来自zigà 如果我再做一选择 那些坑满勿沙马 这don就会 esper itself 有什么事 不时